见命大哥一拖 它不是录两点 它是录三点 三 二 一 好 到你 所以说的大家好 我是肖欣妮 今晚来到了 红星大奖2024的节目奖项颁养典礼 今晚将要爆发十个节目奖项 话不多说 让我们来看看 今晚的大赢家会是谁吧 今晚的主持人 让他就是 没关系 我今晚是当花亭的有泽亮 加油泽亮 大咖一起来 对 2024 红星大奖 最佳戏剧 得奖的作品是 金色大奖 金色大奖 让我们欢迎 最佳戏剧金色大奖的主演们 怎么样 心情如何 非常开心 有没有预料到在成绩揭晓之前 就是觉得今天肯定是我们了 就是没有 然后就有人开口讲了就说 完全没心情 是 是 想说什么 三 二 一 宋餐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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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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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喝那个东西 我的是空的 可是我旁边的 Janelle 她是写金色大奖 然后我就很兴奋 公布名字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的送餐英雄 你有没有觉得金色大奖得奖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有参与 所以送餐英雄没有得奖的原因是 也是因为我参与 没有说谁是劲敌还是整 我觉得大家的付出都是很多的 只是金色大奖出比较多batter 又吊桥啊 又跳河啊 那个剧种就是比较另类一点 那我觉得金色大奖应该是今天最大赢家了吧 对对对 那有没有期待一下21号当天 自己的 会不会更高一点呢 胜算 其实有有有 有 更有信心 更有信心 十一支强信真 那我知道金色大奖里面有蛮多的主角们嘛 都有入围 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们自己觉得心目中的最佳男主角会是谁呢 哲通 最佳男主角希望是金色大奖的两位其中一位啦 这样讲 一定要学 一定要学 你选 不久前 总将有赢过一座了啦 然后我去看Wikipedia Jeremy好像还没有 我本地的还没赢过 那你觉得入围者当中 你最就是害怕的 劲敌会是谁呢 我觉得是总将 因为其他的坦白说 我没看他们的视频 Dexman因为我跟他很多戏 然后他真的有给我蛮丰富的一些戏 因为我跟Jeremy有说 其实我没有想过Jeremy的哭戏 哇 真的很旧戏 真的有戳到我那时候 当然我们也不要错过了 哲通也有入围MyPix的那个 还有最佳男配角也是 是 那觉得自己的胜算有没有更大 或者是觉得自己的压力 有没有变得更大了一点 过了今晚 我觉得MyPix的胜算真的挺高的 因为质地不错 质量不错 最佳戏剧 所以感觉观众也很喜欢我们这部戏 那你觉得刷一刷已经得獎了 你会拍都会有点急速吗 还是永远都是在六月的后面 再一次恭喜早安遇见菜黄虫 太逸致了 恭喜早安遇见菜黄虫 谢谢 谢谢大家 我自己在旁边都觉得非常非常惊讶 你们觉得今年的胜算是很大的吗 其实老实讲我们没有想过 主要是因为前三年都是 听众还有评审给一个投票 那今年是完全是评审 所以每个评审喜欢的节目都不一样 所以今年是完全是没有想到 公布之前还是挺紧张的 是 公布之后我们就觉得 你们请的评审都请对了 而且我觉得你们五个人当中 压力最大应该是菜黄虫老师 对不对 对啊 刚刚加入 加入如果我们没有得奖 就因为她 得奖就是也是因为她 那今年这一座是第四座吗 我们去年也访问过 每一座都会留给每个人的主持人 然后第四座会留给碧玉姐对吗 那是碧玉 然后没有办法了 因为现在多一个人 明年我们拿了就要给荣族了 对 但听说我们公司又要派多一个人进来找班 所以就六个人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拿 一直在拿 到最后我们开奖座了 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PayPal的 四年的大咖一起来说呢 哇 这样啊 这在挑拨离间 如果他们现在人在现场 我们才来讲 哇 谁 好胜 真的来了 大咖真的来了 你们有没有 你们会不会害怕 不过讲真的 还是由重庆跟他们站在一起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毕竟重庆以前也是重庆三三 以前在那边 对啊 一时二鸟 对对 因为以前 她是972 Oh my god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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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同事爱 玫瑰也是 玫瑰也是 玫瑰也是我们的 宣传经理 而且我以前也是 933的跟班 所以你看 不管是933还是972 人才辈出 就是一家人嘛 对啊 你看我们得奖 陈寗也是会抱我嘛 不过原来DJ这么假的 我到底哪知道 这说到这里 我们刚刚建密大哥有说了 为了庆祝我们刷一刷胜出 他决定拖 是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建密大哥一拖 他不是录两点 他是录三点 对啊 三 二 一 二 好 到你 到你 方旗 Nissan 迫 浸浸浆 抓一抓 62 不 motivation 不要 恭喜摔摔 我还大胜 想让我 laat 演奏 演奏 成续完仔 演奏 演奏 自己演奏 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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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抱的 我要抱抱抱抱抱抱一下 抱抱抱抱 開心開心 還對 好 我們恭喜刷一刷 謝謝 大家的心情還好嗎 八世界惹的貨 為什麼 八世界大熱對不對 一直在誤導我們 所以我們知道了 他們看到的大熱都不贏了 我們入圍的兩個 八世界都說我們是大熱 對 然後尤其跟你們入圍 同樣的那個 他說沒有黑馬 只有大熱 八世界 八世界 你知不知道剛才Jet的手 已經準備這樣往上推了 一公佈的時候 真的嗎 一個重量下 沒有 因為 我覺得每一個入圍的都 放了很多心思在這個節目當中 當然有期望 所以像電台節目 像短片節目 其實都是很期待 能夠有這個機會可以上台 不要傷心啦 我覺得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刷一刷 其實也是入圍了三年 所以今天終於打下了 而且我個人是認為啦 拿一次就夠了 我們不要像那個 早安什麼什麼蟲一樣 就連拿這麼多次 其實真的 我們看到刷一刷贏是開心的 因為之前他們有跟我們說 如果不是大愛贏的話 那你希望誰贏 我們都說是刷一刷的 你把昆華放在哪裡 昆華那個是個Podcast 這真的是限制 順便拍了 但老實說 我們刷一刷本身覺得最大的禁忌 就是大咖書 謝謝 我們那時候就覺得 整個完整度也很高 然後就覺得非常有了效果 我們就覺得等片中藝 我們完全認同那個八世界所說的 就是每一集都不一樣 要怎麼 是假的 八世界是假的 我覺得那個評審 我不懂你在找什麼 OK 但是我們想像這樣子的平台啦 要感謝幕後的工作人員們 大家也非常的辛苦 因為他們今天又來 沒有 我有看到團隊非常大 而且可以多多邀請我們刷一刷主持人也是 這一次我們就來一個刷一刷Vers打開一起來 好 好不好 還是想要拉票一下三位 不用拉票了是不是 真的 謝謝你們 All is not lost 這個星期天 一起加油 加油 明天就是你們的了 我們歡迎帥帥主持人 我們歡迎大獎最佳短片 終於節目是我們的啦 耶 沒有人要介紹一下為什麼我會出現嗎 不好意思 沒有人要介紹是不是 不然很莫名其妙我們會在這裡 想說大家都是主持人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附近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 如果你有看我們上一集的話 有人講過刷一刷如果得獎的話 一個要脫掉 一個要裡面不穿哪會脫掉 記得嗎 如果我們得獎的話怎麼樣 我們全部現場合一 我裡面不會穿 如果我們摔一摔得獎 主持人要脫掉 脫掉 脫了 脫了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吧 注意到現場的節目 這樣就可以了 對 這樣就可以了 我可以看一下再脫下去的話 大家都走 人不會放出來 你知道剛才小林在台上那一幕 她就說其實我們摔一摔的主持人 就是每次拿到稿的時候 都是兩三天前 我本來我的媽已經在這邊 我說兩三天 一天兩天前 沒有 我跟你說出國是沒有稿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更厲害 其實莫名其妙那個按摩案成這樣 因為沒有稿啊 但是過後我原諒她 你知道為什麼嗎 要過後說我們主持人都很年輕 我接受 沒有接受 可以講話 其實我本來以為我會很感動 都要想要哭 但我好像更開心 我真的是那種開心到跳起來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可以參與這個刷一刷 然後得到這個榮耀 你加入了多久 真的不久 真的有個半年 真的是托你的福耶 是不是 托你的福來托哪裡拉鍊 拉鍊哪裡 我確實覺得實至名歸 這樣可以這樣講嗎 好 你覺得我們勝出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做的極數比別人多 我們一樣取勝 但今天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非常開心 我覺得看到刷一刷那一刻 我覺得會永遠烙印在我的腦海裡 很多人都告訴我們說刷一刷 不會得啦 對 很難看 關心就好啊 太高興了 我們有目標嗎 我知道了 我們的目標是 我們繼續年年都入圍 像那個 早安一天採網蟲嗎 也是四年 那我們就每個主持人都一做就好了 我的天啊 我們超多主持人的 那這桌前幫我加囉 謝謝各位 不是 幫我加吧 去年我主持最多集耶 可是我剛裝修了 我剛加入 第三集是我 沒有啊 大家好 我是茜茜 現在場面混亂 OK 我們現在在那個現場裡面 最後想要知道胡醫師 到底能不能獲得 紅星大獎2024最佳女主角 就要鎖定 4月21號的紅星大獎頒獎領領 你可以在八頻道 You頻道 MiWatch還有MediaCorp Entertainment YouTube頻道收看 到時見 拜拜 拜拜 喜歡我們的視頻 請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通知 會 視頻補錄開 太好了 謝謝